聊完了外观 然后我们现在进车里跟你聊一聊 可以看到这个手动挡的车型 它这个整体的这种塑料感 它是比较强的 整体给你看到的这种感觉 都是比较廉价的 然后比如说这里 然后这里 然后这里 中控上基本你能摸到的 就是硬塑料 然后这个翻盘 也是一个塑胶的这种翻盘 上面多功能翻盘 这一排按键是没有的 但是这一排是可以切换音乐 然后选择菜单的 这是手动挡车型 然后来看一下自动挡 自动挡车型就比较有意思 你可以看到手动挡那边没有的 自动挡这边都有 这定速巡航啊 什么之类的这些菜单切换都有 而且这个地方 上面翻盘上面 上面还有这种镀刻价 而且这还是一个皮质防御盘 虽然说这些上面也都是塑料吧 但是它这里是金属拉丝的这种材质 要比那个手动挡车型 看着要更加的 有精致感一点啊 这是两款车内饰的一些不同 而且这里它也都是这种软性的 这种类似于皮质的这种感觉啊 相比于那边的手动挡来说 这个要更显档次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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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